现在直播着 科林里面这个新的项目 叫做国有国说 今次是由刘天志丹人讲述 今次我们讲的题目叫做 得意忘形 进书 24史里面的进书就是有一句 是讲软直的 他说是酒能萧 善弹琴 当其得意 就勿忘形骸 意思是为什么呢 他说软直这个人 喜欢喝酒 喝酒之余 就能够长消 长消就是说 很长 这样 呼气 发出一些笑声 现在听闻说 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了 还有呢 他懂音乐 善弹琴的 你知道呢 进朝的时候呢 那些人 那些事人呢 很多不是很 满意当时的 政治环境 于是乎呢 就 经常都很惆怅 借酒消愁 有时呢 甚至乎呢 大哭 有些 变成呢 好似家所谓 嬉皮士 中 服食的那些叫五石散 五石散其实呢 是现在的 说的叫迷患弱 那 说到软直这个人呢 他呢 因为多才多艺 一个呢 这样的文人 技术家 能够 喝大量的酒 能够呢 登山 呼笑 这个口字变了 严肃的叔的笑 那么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觉得这方面呢 甚为得意 得意之后呢 他忘形了 忘形了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这样的 描写呢 是一个 部长的致思 得意忘形 这个成语呢 在这里出处 但是 不是等于 笑着 或者嘲笑着 软直 他的人 已经得意之后 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现在呢 这个成语呢 讲一下讲一下呢 就已经 讲到去 一个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得意就忘形 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规范了 尤其现在呢 我们在工商业社会里面呢 生活 很多很多很多人呢 已经 受尽这个黑板生活的 煎熬 他所谓的对酒当歌呢 喝醉了 或者是 做一些 其他 得意的事呢 其实呢 已是一种 逃避 逃避里头呢 就 获得一些自由 自然呢 自然呢 就忘形了 就忘了自己的日常规范 每个人呢 都有一个自己飾演自己的角色 他扮演的 他扮演的虚偎的面目 这个呢 经常都有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虚偎的面目呢 要装个钢啊 广东人说 装个钢呢 来到呢 使得世界认识他 尤其呢 政府的官员 还有呢 专贵的议员呢 他们呢 更加装钢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的身份 比较高尚高级 要别人尊重 或者要别人呢 零眼相看 所以呢 他们都是一些呢 虚偎的面目以示人 就是 本句话说呢 就是 穿起一件 皮衣 一是狼皮 一是羊皮 穿起这些衣呢 来到去呢 假扮 一个 自己不是真实性情的 角色 我今次说呢 这个 低望型呢 是完全招呼着呢 香港建制派 两位议员 这位议员呢 顶哥 和这位 陈同学呢 那两位呢 在 上一次 几年前 几个日前呢 获得立法局 胜利 投票胜利 他不知道 投票胜利呢 因为呢 是建制派呢 人多 那样的意思 不是等于 这件事是对 是对 而 投票呢 是得了胜利 因此呢 在胜利之后呢 得意 磨刑 居然呢 当众呢 Give me five 打击起 奖上来 比我们 见到的呢 就真是 得个笑字 何解 因为呢 这个只是一种呢 很短暂 同时 是 不能够 得民心 民意的胜利 居然呢 他两位 觉得是胜利了 而 激奖 得到呢 欢 一种欢恩 这种呢 真的可算是呢 得意忘形 的 表现 的表 表者了 好 今天呢 讲到这么多 下回 继续分解